今天收盘以后 按我们的习惯 还是一样回到这个阶梯板里面 记好 很多朋友说呢 你板格啰啰嗦嗦的 天天把这些列出来有什么用 全部是马后炮 对 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马后炮 通过每一天的马后炮的操作 然后慢慢的形成 一种适合自己的操作的模式 也就是说 重行自己的交易系统 虽然一点一滴 但是相信对我们韭菜打板 都有一定的帮助 有时候很多朋友 会说你啰啰嗦嗦讲那么多 干什么几分钟又讲完了 这个建议是很好的 就比如我们的话呢 十几年的中学 小学 读书 结果花了两个小时考试 就把这十几年 报销了 所以我前面的十几年的学习根本不用学习 就是考那两个小时就得了 大家是不是认为是这样呢 然后啰嗦回到这里面 今天直征九旗 稳稳的顶在了今天的顶板 也就是四板的空间 这里一直强调 我们韭菜打板 三条级列必须记好 但是空间龙不是各个人都能搞的 你必须要认同以后才去做 我个人对于空间龙 可以说是建一个就打一个 上单是无脑的操作 但是平时思考 是花脑子去慢慢思考的 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实盘 实战 接下来呢 格尔根同心的四个顶在三板上面 下来呢 这个男星神奇跟亚翔天地 这个总共八个票在上面 这个男星顶得非常的厉害 一只板 那封城笔 现在就今天的机会 最大的就是他 而且他是二进三的 二进三的里面的 首审第一个 也就是明天的进三板的首审 所以今天晚上要上隔夜单的 我以前讲过 你确认这个票 明天如果是集结顶一只板的话 那么就可以考虑 挂隔夜单 但是 明天他能不能顶一只板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挂隔夜单的 明天呢 再开盘九点十五到九点二十 这五分钟时间里面 如果你确认他不能封板的话 就马上撤单 最好了 一定要叫九点十五以前 确认不需要挂单的话 马上把 撤掉 但是很多朋友对这种操作呢 是非常非常的不愿意的 我明明就是要搞进去的 你要叫我去测单 对了 我这里搞的是他的一只板 我目的是搞他一只板 所以今天晚上才隔夜上单 抢什么 抢时间优先 因为交易有三个优先 一个是价格优先 一个是时间优先 一个是大单优先 大单优先 我们放到一边去 跟我们毫无关系 价格优先没有的 各个人都是涨停板 所以我们小韭菜 能抢的 就是时间优先 所以为什么强调 晚上的隔夜挂单 跟明天九点十五挂单 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这里 但是明天如果他不是 涨停板的 你就没必要呢 今天晚上挂单 所以把它撤掉 等他呢稳定下来以后 再重新挂也不吃 有些朋友喜欢呢 在竞价的时候呢 追进去 一两个点的时候 这个是另外的追涨的方法 跟这个的韭菜打板 不在一个频道 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 在另外的内容去讨论 这是一个 所以前面这个八个票 留给我们的 就是必须盯着看的 这八个票 然后今天手版呢 偏偏比较多 而且顶着上面 这个300票 冲业板的票 比较多 所以这里面的 人机的回升 跟这个冲业板上来的 有个明显原因 但是我们翻看这个 大盘指数 上海大盘指数的时候 哦 八九三 2900点都不到 是什么原因 大盘这么幼 所以呢 平时我们看大盘 看那么多票 你自己想一想 这里面那么多的 涨停板 它为什么低分多 所以呢 这个大盘的指数 有时候跟我们呢 这个超短线操作 有一点脱节 同时大家要注意到 这个上证指数 成为大盘 是因为它所有的票 都归入这个指数里面 深圳呢 就不一样 它是部分而已 部分 创业板呢 它有它的自己的范围 所以我们经常拿 这个上证指数 来说这个盘面 大盘大盘 讲的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唯一这个指数 是所有的 上海票的 统一得出来一个指数 但是呢 它那些票呢 在这个指数里面 权重比例 不一样 比如说今天的银行啊 或者保险之类的 往下跌的情况下 它这个指数就 跌得非常差 但是这些票呢 但是呢 这些票 我们基本上 不会去碰 所以有时候 这个大盘的指数 我们可以 稍稍的略过 没必要 想那么多 主要盯好 我们的阶梯板 这阶梯板 就是市场基金的 变动 情绪变化 基金动向了一个 最直观的 一个参考指标 以及信号 所以在三条纪律里面 第一条强调的 就是五板 不看 这个票 这一段时间 没有掌停板的 我不看它 等它出掌停板 才去瞄它一眼 那个一板以后 流进来 一上二板 就可以我们 进入我们重点 关注的范围 大家不是经常讲 赵老哥讲过吗 是吧 二板定龙头 你能经历了二板 才能上得去 当然有些朋友说 它也是一板上去的 对 都可以 所以很多朋友 喜欢打一进二 一进二 那么就把这前面内容 去掉 就流出这下面的 这个六十多个票 就是明天一进二 这些就是操作方法 其他四千七百多个 不用管它 就在这几十个 所以为什么强调呢 每天不断地排一排 这个GT板 你排一段时间以后 就慢慢地从里面 感受到一些 我们平时没有留意到的信号 这相当于平时 大家经常翻看龙虎榜一样 龙虎榜呢 就是大家基金的 共同去搞的那些票 这个票呢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火爆 那么我们就从这火爆的范围里面 去寻找我们谁要的 所以有些朋友 专门地研究龙虎榜的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做强试票的一个思维方向 是吧 但是龙虎榜呢 同样有上涨下跌的 下跌也有龙虎榜 所以要区分 我们看的是往上涨的票 这一点 至于明天这些 有关这个信创 大家看到 远见服务 远见服务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今天上面 提出了这个互联网 有关的这个内容以后 这个板块突然一间 就发力冲上去 一旦过去 明天没有相应的 助推的力量 这个板块明天榨板的概率 也是非常多 就跟前段时间讲的 东鼠细算一样 你远见服务 能离得开东鼠细算吗 所以连档的这些内容 这些板块概念 大家一定跟上了 你不管是远见也好 东鼠细算也好 这些都是大数据 能离得开大数据吗 这些大数据 必须要有它的载体 有关的 存储的 硬盘呢 或者什么芯片之类的 走得开吗 所以他们之间 都是互相关联的 一个票可能 踩点在 叠加在几个概念里面 所以今天在大盘跌的情况下 这些有关性创 以及原件各方面的 突然暴涨起来 大家回顾一下 看看上面的信息 今天新闻有报道的 多留意一下 多留意一下 媒体这个时候 一旦有这种板块的出逃 他们就会在旁边 上风点火 上的越多的 那个板块 后面的持续的 往上走的 时间就越长 所以大家呢 通过这个媒体 对这些信息 这些政策的解读 大家都是一窝蜂去的时候 你就留意一下 更好它 所以我讲过 从高达到低 然后从低什么 抱着阻力的大腿 从低追到高 但各个人说他这个板块 这个方向 是阻塞到的时候 人人都会往这个方向跑 你不要再站在旁边了 这里面苦思冥想的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没有为什么你跟上去就行了 所以我强调 你十盘为准 所有的一些分析 当我们的参考 给我们心理上 或者操作上的一种准备 也就平时讲的 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你要做好这方面的 也做好那方面的 哪一个出就干 哪一个 但是所有的一切 都体现在这里 一个就你板上去 另外一个就放量 没有量跟上来的话 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点 然后今天呢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九旗远将 冲上掌停板以后 冲上掌停板以后 他对应的这个九旗转折 一直往上顶 顶到掌停板 所以在群里面呢 我当时截图以后 我说我九旗我溜了 我兑现他的 这个百分之十的利润 然后就截图 盯到这个方便 分石图两个都放在一起 跟着股债同步 我这样跟大家讲的 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看他的分石 那这一条长长的 是吧 看他分石怎么样的 他正古掌停板 就在这里面 看得没有 很快的前面的十几二十分钟 就开始掌停板了 这里面的 我呢就是因为 在冲一冲以后 他连续的这样搞下来 当时呢 七八个点的时候 我就提示了 这样我就收 结果他冲上去以后 要瞬间要开板 再搞上去 我马上就卖掉了 出掉了 但是他最后风的很稳 但是他最后风的很稳 当时的眼界 中国眼界也往上冲了一下 所以到这里面 所以到这里面也涨停板以后 马上切换到这个 九旗转载 他一直往上涨 一直往上涨 到收盘 准备收盘的时候 然后涨停板 百分之二十 所以要涨停板的时候 退出来 你再重新回去 回不去的时候 这个位置提加零 就成为我们的 滚动操作的 把利润最大化的 一个方向 我讲过 当这个票涨停板的时候 一定要盯着他的可转账 两个基本上是同方向的 哪怕他这个可转账 没走得很强 但是他中间的幅度 很容易给我们打出 那个超短的高频的交易 就是那三五分钟 五六分钟 就可以刷一单的那种高频交易 提加零的 有点像期货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 要多一点的思考 多一点零滑的 变通我们的操作 不要因为某个票的原因 卖飞了卖飞了 去斤斤计较 这个票结束以后 还有其他票 天天都有的 我们韭菜打板 只要他有空间浓 天天都是牛市 是吧 打板天天牛市 天天都要一堆掌停板在里面 你担心什么 担心没有 自己没有钱就是这样 是吧 所以对这里面的这些票 你干哪一个 在自己模式 盯好 盯好自己模式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模式 只要你做好以后 从中发掘他的那种技巧的东西 那么你在这里面就会自然而然的达到一种稳定盈利 不是各个票打了都赚钱 我说的稳定盈利是在一个月一个月或者一周里面每一段时间账户的基金都是一步一步增加的 并不否定某个票会被套之类的 打板呢 被套上正常的时间 追求的是整体盈利 只要啊 整体盈利 比如说打五个票 可能有一个跌停板的 但是其他四个都是掌停板的 你说你亏在哪里 你根本没有亏钱 是吧 虽然我们在这方面 让人真正的做好 最基本的东西 尽量把这个市场 简单再简单 不要把它复杂 你搞得越复杂 你只能让自己不知道方向 尽量的把它简单 简单再简单 最好 韭菜打板 追求的就是 理念 模式 以及 仓位管理